接下來要看到這部電影 太陽不會動 它其實裡面主要就在傳達的是 你想要活命就得拚命 尤其裡面更是集結了日韓一線卡斯 有誰呢 包含影帝藤原龍野 加上被稱為國民男友之稱的竹內良真 還有韓國的影后韓孝舟 以及另外的演員 有佐藤浩世和世源准人 尤其這部電影的導演 更是之前以海源系列電影 橫掃241億日幣票房的導演 他是語助鷹伊朗導演 加上這可是由遇險任務3的幕後團隊 製作團隊來打造的 他們堅持不用替身 所以你看到裡面的場景 還有這些打鬥的畫面 都是由演員他們親自上陣 加上裡面的動作場景實在太過危險 在日本沒有辦法拍攝 還把整個劇組移到了保加利亞去拍喔 那剛才有說到裡面主演的演員 竹圓龍野和竹內良真 他們在裡面飾演的角色 是擔任秘密組織裡面的特工 那他們專門就是在竊取企業裡面的 最高機密 要去來找對方有什麼樣的秘密 可以來回去當作這種間諜的資訊 所以他們是商業間諜喔 那但是呢在這兩位演員的身上 就他們裡面演的角色啊 就他們身上心臟裡面都有裝一顆炸彈裝置 只要在24小時裡面 他們沒有完成任務的話就會爆炸 所以這兩位角色呢 主角他們都是面對到步步逼近死亡 和真相的臨界點 而且又自己本身被利亞和忍性不斷的追逐 常常要懷疑說自己可不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陽 所以有可能是這部電影的片名來源取名 就是這麼來的吧 這部片名叫做《太陽不會動》 一緒に來嗎 時間沒有了 高野さん 他們是最強的混合 高野和新人的高野 新人的田岡 所屬是日本的特殊工作組織 沙漫廣場 了解 監視鏡片を閉嘴 你會永遠的訊息嗎 人違いではないですか しかし 彼らには秘密があった その心臓には爆弾が埋め込まれ 24時間以内にミッションをクリアできなければ 死ぬ こんなことが続くなんて 無理だ 死ぬの怖くないっすか 一日を生きていくだけだ 今回の任務だ 全人類の未来を決める 次世代エネルギーの極秘情報を 誰よりも早く手に入れろ 命を懸ける情報が あるんですかね 本当に 生きたければ働け それだけの話だ 高野 心沈めるんだ 大丈夫だ 死ぬ時は一瞬で終わる 確かに感じた この他に 花のように 罪さ 高野 さん 起爆装置が発動した 時間が無いぞ パチンとはじけて パブクのように消えた あなたは今もどこか ねげく姫すか あなたつむに もうこんな生活 始まりにしたかったんだよ タオク 一日を生きろ 高野 さん 今を生きろ 太陽は動かない 開完了電影的片段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關於電影的最新資訊 要請記得鎖定民視第一台電影情報站